《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宋文娟 之前影響我們的冬季季後風 已經有緩和的跡象 所以今早上各區的氣溫分佈 市區有16度 新界比較冷 普遍有11至13度 比起昨天早上 普遍都高1至2度 而至於天色方面 看到整個環南都被低暈覆蓋住 近幾張照片 看到中國東南部的雲層不太厚 預料今天日間雲層會薄一點 令到天色光亮一點 而遠一點 在西太平洋有一個風暴 其實是超群台風黑隔壁 預料它會橫過菲律賓 因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 如果你認識一些朋友 去菲律賓就要特別提他注意 而回到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就會大致多雲 一早一晚有一兩陣的微雨 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會明朗 最高氣溫升至19度 風方面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冬北風 稍後離岸海域 是偶爾吹強風的 而至於未來那一兩日 預料在星期日至星期一 就會有另一股的 冬季季寒風暴冲抵達 預料星期一的天氣會輕輕涼一點 天色方面預料一兩日 都會比較多雲 但到下星期初雲量就會減少 就會見多些陽光 總括天氣情況 未來幾天早上都比較清涼 最低氣溫都是15、16度 下星期初見到陽光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好了香港的天氣就說完了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